抓住台股趨勢 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7月11号礼拜一 台股台今天是开高走低的 开平盘吧 平高盘然后走低下来 现阶段来看台股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大内支都没有进来 蛮可惜的 也就这波的反弹没办法 持续的原因 是因为真正的大内高手没进来 就大资金的内支没有进来 好所以我们的趋势 中期仍然向下 那短期会碰到十日线之后 被压回 所以这就是最近盘式的结构 我只用了一条线 这条线叫十日线 你们发现到 从修正 开始修正 6月13号开始修正之后 我们的反弹都过不了十日线 过不了十日线 那过不了十日线 它也就说明 目前的短期趋势 中期趋势的难向下 一般来讲 我们在判断整个 技术面的一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要先扭转短期的趋势 我才有办法 扭转中期下跌的趋势 所以严格说起来 十日线要把它攻过去 那台股才有可能开始 扭转我中期下跌的趋势 我想这是关键 不过严格说起来 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我不悲观 我其实还蛮乐观 乐观但动作谨慎 为什么会乐观 我待会来讲给各位听 我们先了解一下 最近我们可能会面临到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最近我们大概会面临 两个变数 一个是安倍被枪杀 这个安倍事件的影响 这一部分对全球股市来讲 它会有一些 后续的反应的发展 所以大概没有什么人知道 所以我们就看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平淡下来 再来就是中国的一些 小银行的挤兑 这大概是目前一个 这个区域上面的一些变数 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来自于7月13号 就是再两天 就礼拜三的 礼拜四凌晨 美国将公布6月份的CPI数字 那6月份的CPI数字 现在市场在传 6月份的CPI可能会创新高 8.7%吧 因为5月份的CPI数字是8.6 现在市场在传 这个6月份会是8.7就在创新高 好 那7月13号如果公布的数字 假设是这样子 那股市是利空出境呢 还是利空再点一段 这个地方我们就 一般来讲你说 大内高手在现阶段不动作 我想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在7月13号 就要观察7月13号 也就是下半周之后 我们才能了解到大内高手 愿不愿意进来 今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好礼拜四 大概礼拜四我们才会知道 好所以在这段期间 当然你就不可以买满股票嘛 你手上要有现金部位 我虽然有建立一些仓位 最近跌下来我有买了一些股票 但是呢我的现金部位 一样什么 一样保留住 我没有帮你全买全 买满都没有 因为我知道 我们还有一个变数叫7月13号 所以我的动作很谨慎 但是为什么心态会乐观呢 主要的原因是 我认为台股经过了 我们今年的1月5号开始跌 台股是今年的1月5号开始下跌 我们其实已经跌超过半年 我们的一个修正幅度 已经超过半年 你严格说起来 从1月5号的高点 到现阶段 我们先不谈幅度跌多少 那现阶段呢 已经修正了半年 而且呢最近才开始出现融资段 这个位置 这个叫6月13号 6月13号 下跌之后6月15号融资开始减 也就是说我们的融资大减 是从6月15号开始 从2415亿 修正到昨天到1899亿 所以这一段的修正下来 那个融资预额减了516亿 融资预额减516亿 其实那是散户杀出了1000亿的股票 你融资不是 你是跟什么 券商借钱吗 所以你可能只要出四成 100万你拿40万就可以买100万的股票 对吧 因为券商出六成 所以当你的40万砍出来之后 其实砍出了40叫100万 你要理解这个状况 所以融资减少了516亿 它其实反映的就是 有一千亿的筹码 在股市当中试出来 这个股票已经散出来 所以从这地方而言 我认为我们经过了融资的 大幅的多杀多 再加上我们的跌 下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年 所以就算 我认为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是上个礼拜三吧 上礼拜三的低点 它应该是第一只脚 这可能性都非常高的 或许后面还会震荡 但这个见第一只脚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每一个转折总会有一个族群会上来 目前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族群上来 但是很显然超跌的股票比比皆是 超跌的股票比比皆是 其实现阶段投资人会恐慌 合理 因为我们毕竟一直在下跌 我们一直在下跌 你只要推不上去 马上沙盘就出来 那个卖压就会出来 所以我想最近的状况 大概我们会面临到几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市场的信心不够 第二个状况 大咖要等7月13号 第三个状况 你现在在涨的这些小型股 它可能隔两天它又不强了 所以变成你追进去可能会受伤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为什么说大咖的资金没有进来 今天成交量只有1729亿 2000亿都不到 那不是大咖进来的现象 所以盘面是由谁来去做一个推动 你去看 其实涨停满的股票非常多 连光通 德英 光盛 惠光还念了出名号 这是跟东检相关 因为东检的6月云收 这个什么假肥的报价在往上涨 你去看 很多股票其实是 我们称之为偏门的小型股 银帮 我们知道银帮是做伺服器饥渴 6月云收很棒 可是它没有起来之前 那个成交量 20张 这个低点的成交量是20张 这个位置的成交量叫20张 很厉害 蹦蹦蹦拉起来20张 哪一个 今天涨上来也不过只有224张 你手上有个 20亿的大户 你能买几张 你懂吗 懂我意思 市场在追OK 但严格说起来这一类的股票 它不是市场大咖愿意进去的 很多股票都一样 联光通街很厉害 这个也是涨停满 你看价格那么低 11块5 到昨天 我看一下昨天的成交量 昨天成交量57张 57张 今天涨停满599张 升加10倍了 那我问你 一档股票57张 股价只有11块 你买一张只要1万1 10张叫11万 50张叫50几万 60张60几万 60几万就是一天的成交量 我问各位 这种股票你觉得是大咖买的吗 不是吗 所以今天的盘面很明显 我们称之为小型的偏门股 你可以说它冷门股也行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 为什么市场的买力会信心会不够 因为没有正规军出来 没有正规军出来 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现象了 不过你买不到 六月营收公告创新高之后 创历史新高之后 邦哥你买不到 你买不到冬节 因为有人就用市价去买 那隔日冲大户最会 然后呢 你就跑去买汇光 一样嘛 化肥的概念 汇光的六月营收没有创历史新高 它是越减的 你要搞清楚 所以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假肥报价再往上走是OK的 汇光的六月营收是 越减了16.94% 东减的六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但是汇光没有 你能买到的叫汇光 好了 就算你买到汇光好了 那基本上 它的一个上涨的力量 必须来自于东减在上涨 可是东减如果是 隔日冲大户进来 隔一天卖掉了 那你觉得你的汇光会赚多少钱 所以我有时候想 这一类股票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它不是真正的大咖进来 它的续航力就不够强 所以我想现阶段 面对这样的行情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你要有现金部位嘛 所以你不能买满 好这是很重要的 之前我们一直保留现金 最近开始有一些布局动作 但我们没有把它买满 这一段下来 基本上我不愿意什么 大买股票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跌势还没有结束 甚至到了最近转强了 我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我们进场 我们进场买的标的呢 基本上也就是各组会员买了一档到两档 大概就这样子 我不愿意大幅扩张我的这个持股状况 原因我在等7月13号 再来我就是要看什么 看那个大内高手有什么动作 好 所以在目前为止当中 第一个不能买满 第二个纯粹跌升反弹的不碰 好 有些股票就跌升反弹 谈完之后 没有未来一样掉下去 对吧 产业前景不佳的不碰 我有三不碰 纯粹跌升反弹的不碰 产业前景不佳的不碰 第三个 业绩不稳定的不碰 我不管你多强 业绩不稳定的不碰 譬如说 今天G1跌0满 上礼拜五涨0满 上礼拜五是这样 今天突然就被人跌0满 为什么会这样子 如果你看K线 上礼拜五是非常标准的多头 今天马上跳空跌0 看懂吗 上礼拜五拉上去 看起来很漂亮 今天直接开盘跳空跌0 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他的营收 6月营收不太好 但也差太多吧 这个G1的部分 G1的3月 营收大成长 4月大衰退 5月又成长 6月又大衰退 我问各位 这一类股票 这一类股票 你如何能够了解 它的产业未来呢 一般的订单不太可能这样吧 我们接到一般公司 接到这个订单之后 先有订单 再才有出货 有了出货 才有营收嘛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变成你的订单不是很稳定啊 所以造成你的营收忽上忽下 这种股票比比皆是很多 有很多 有非常多这一类股票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今天还有这股票 跌临满叫瑞基 瑞基做检测的 对吧 之前非常夯 今天跌临满 之前夯到不行啊 大涨 飙涨飙跌 就完全跌下来 今天跌临满 瑞基为什么这样 口罩股你们知道吧 口罩股就是这样 好 我们知道疫情起来的时候 它产生的现象是 当月份会非常好 可是呢 如果你的营运动能 没有办法持续 你就会产生上个月很好 下个月不好 我们称之为营运的不稳定 有没有不稳定 非常不稳定啊 五月的时候跳增 大成长月增132% 年增97% 六月份大衰退 一衰退就衰退了84% 然后呢衰退比去年同期跌了衰退了70% 业绩不稳定的忽大忽小的 你敢买吗 看到了啊 如果你买在180的 现在只剩80块跌掉100块了 所以怎么样去判断 怎么去操作才是重点 我们其实台股跌了半年 我刚才谈到台股已经跌了半年 那这半年之下的话 一定有什么 价值低估的有很多 我们不要讲价值超跌了 我们讲价值低估 那价值低估 可以买的时候 我带你捡起来 对吧 就像广基一样 我们广基在今天 创下波段新高 虽然是开高走低 虽然是开高走低 是不是创波段新高 我买了这一天 买在51到52之间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判断 为什么我认为工业电脑 它是未来的趋势 其实我讲的是自动化 我讲的是自动化 自动化题材 包括车用的题材 在今年 今年的自动化 很多的公司 它其实订单的能见度 有的已经看到年底 有的看到明年上半年 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产业的一个趋势 那是缺料的改善 之前的缺料 现在都不太缺了吧 因为有点供过欲求 所以当缺料改善之后 网通工业电脑 碰就上来 工业电脑 我把它扩散出去 叫做自动化 所以我在选的过程当中 会自动化为主 所以当初买广机 理由很简单 它自动化的比重 占了42.5% 然后今年预估 当时我51、52买它 我预估它可以赚到6块钱 一档个股 可以赚到6块钱 那51、52那个本益比大概8.5倍 当你买在一档个股的成长性的股票 8.5倍 它是不是价值低估 像这样价值低估的股票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不过呢 严格说起来 我是这样看 我觉得价值低估 有些人是看过去式 我跟你谈广机 我谈的是今年可能赚多少 明年可能赚多少 我是不管你去年赚了多少 所以你要看的是未来的本益比 未来的本益比 我的思考逻辑是这样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能够去寻找的 你能够找的产业其实并不多 车店 自动化 然后有一些个股的价值超跌 这三方向去选 那也不用急 我帮各位选了 我最近推出了一个活动 叫肉多多 推出这个活动 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现阶段虽然市场并不稳定 但我认为7月13号之后 那个通膨的因素 会开始淡化下来 因为现在市场在预测 就是6月份的那个通膨数据 那创新高 因为市场的预期是8.7% 5月份是8.6 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6月份会再创新高 但是现阶段我们发现油价在跌 运价在跌 你有看那个原物料报价知道 原物料报价也在下跌 所以我们认为7月份开始 就6月份的CBI数据 它可能就是一个通膨见顶的讯号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 通膨就会降温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可能产生利空出境 那既然如此 当然现在大概还是在等你7月13号 没有关系啊 你先把资料拿到 等到7月13号 假设台股或全球股市 它以利空出境的反应来做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要买什么 所以肉多多 全新的底部成长的一个基欧股 这一部分成长股 这一部分呢 我帮各位挑了三档 其中那个第一档 我觉得严重超跌 价值严重超跌 为什么严重超跌呢 你还没拿到资料 你拿到资料之后 你就听我讲 你就会心有栖栖焉 第一个 第一个 目前本益比只有七倍 七倍是好还是不好 各产业的本益比啊 不太一样 对 你的估值的判断是 价值型的 我们希望它本益比越低越好 你买起来才会安心 成长型的 如果它是成长型的 那现阶段本益比低下来 那你更要买啊 为什么你超跌嘛 其实台股有很多价值超跌 我就用我送的这一份资料 我先告诉各位 你要怎么来索取 你可以加入我的Lite8 Lite8有没有在这边 FU8899 或者Telegram Telegram的部分就是 Lite8就是有小老鼠 FU8899 Telegram是FU8899 好吧 FU叫做负 我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FU叫做负 负8899 就FU8899 那肉多多的第一档 我特别要拿来讲一下 今天也是跌 可是呢 当它跌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本益比只有七倍 好啊 本益比七倍要怎么去判断 我们先从它这个产业来判断 产业的平均是8到12倍 也就是说 一般它的波动区间 这个产业的这个个股 波动区间应该在8倍到12倍之间 所以当它跌破8倍 低于8倍的时候 超跌 所以现在大概是7倍了 我已经用那个报告里面 我看过外资报告 外资报告里面 我用最低的去算 如果你用最高的 它给的EPS最高的部分来看 那个本益比只有6倍 好 那这个产业的平均本益比 是8到12倍 所以它现在是7倍 是超跌的 对我来讲 我认为它是超跌的 第二 如果它超过12倍 就开始超涨 你懂我意思吗 它的波动区间是8到12倍 所以超过12倍就是超涨 低于8倍叫超跌 好 第一个 它价值超跌 可是价值超跌 我要买的 不是那个产业趋势在向下的 对吧 我不会跟你讲面板 你看那个产业趋势向下 我不会可以挑面板给你嘛 所以我也不会碰什么 面板驱动IC 你跟面板相关的都受到影响 包括今天的电源管理IC也杀了嘛 有没有 你跟消费端相关的都会受影响 好呢 那这档个股呢 它是 它也有消费性的部分 可是那一部分 也在什么 也是受到这个库存调整影响 可是它立基型的部分 占了75% 也就是说消费性的部分的影响 其实没有那么大 好 然后第三个 它的产业 它其实切入到车店领域 好 车用比重占了两成 它属于车用原件股 所以我要 这就是我要的 第四个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股票 只是这些股票杀下来之后 哪些可以买 哪些不能买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下个结论 好不好 我时间不多 所以我下个结论 第一个 我认为 7月13号之后 利空出境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美国股市最近的波动 好像已经开始平稳 虽然这个 它那个小道跟小纳的部分是 基本上是现在是下跌的 所以该反应的利空 已经反应的差不多 好 但是呢 因为大咖资金 没有什么太动作 太大的动作 所以我们不可以买买股票 所以我们心态保持乐观 就预测7月13号利空出境 然后动作谨慎一点 第二个 买的方向把它定好 车用 自动化相关 好 这两大方向 加上价值超跌 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 等大盘回问 我们就快速布局 那也欢迎各位 这个不是打电话 你可以加入Lite A跟Telegram之后 免费索取肉多多 送给你三档股票 谢谢你接受看 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时评估 平次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